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汉所 我是李文娟 今天我们非凡大汉所的采访团队 来到了上海 要一口气带您尝尽上海的平民小吃 首先来到云南路附近的美食街 这里有上百种各种各样的上海小吃 首先来看看有150年历史的五方斋 尝尝这里最有名的鲜肉粽子 美味鲜肉粽 白斩鸡 鲜香生煎馒头 各式高团 特色点心 这些上海庶民美味 是不是让你光看就有股 想一口尝尽的冲动呢 上百种上海风味小吃 就长生在上海黄埔区这条 上海人最熟悉的美食路上 这边云南路是上海的小吃一条街 比较有名 有名的云南路 1990年被称为上海美食街 以小吃排档为主 机构在上海传统经营小吃的女食店 各个都是圈内巧处 历史最久远的 应该从这一棵米粒饱满 香酥的鲜肉粽说起 待生地就是这间 创于清末咸丰八年 有着150年历史 专卖都市糕点的老店 五方斋 这间是上海最知名的一个百年老店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而且它的粽子是全上海 2000多万人必定要吃的粽子 每年都一定要吃 到底多有特色 带你去看一看 擦进店门 优雅的中国风装潢 大堂里 坐满着品尝美味的老头们 他们这个 在这边的挂牌上面的产品 都是有名的 现在这叫五方造的名店 它一直好吃 都是好吃的 种类也很多 对 而且就是说是也很新鲜 当我们搜寻着 陶客口中的上海美味时 很难不发现墙上居然挂着一大幅泛黄老照片 这是店家在清末时期的旧店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旧照片的店面前写着 不除国贼 不开门 覆水难为 快快奋起的字样 可以看出当年店家 不只提供温饱的三餐 在这里还凝聚着大家的爱国心 沉重的大时代已经过去 凝聚民族情感的老店 也凝聚着美味 老照片上头的书生雅士 等待的是这相传百年的老滋味 带着浓浓粽叶香的鲜肉粽子 咖啡色饱满的米粒 淡红色的猪肉馅 香味四溢 筋肉和肥肉的一个比例会比较好点 然后它的这个糯米会比较糯一点 然后个头的话可能会比较偏重 这个江浙这边的比较偏好这个大小吧 延续百年风味 只用新鲜圆糯米不用旧米 米粒吃来包有水分 而这碗黑压压的酱油老抽可神秘呢 它正是圆糯米的调味料 瞬间让糯米穿上一层咖啡色外衣 酱油里头有啥 师傅口风紧得很 只有半老抽还有别的秘密 别放不说了 不能再说了 这次呢离台湾 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调料啊 就加进去了 这个颜色黑的主要是酱油 酱油 它为什么要先把这个糯米泡的酱油呢 那吃了以后咸头都有了 咸味会在这里头 咸味都在里面了 对对对 一旁严选的毛猪肉已经蓄势待发 这是胸部这一块夹心肉 夹心肉带肥的 所以它就是每一块里面 有筋的有肥的 要搭配起来吃的口感更好 有着三十多年包粽子经验的女师傅 拣选着手边的粽叶 她说正反面可不能放反了 就是这是反面 反面是毛毛的 正面有光泽的 正面朝外 这个里面一朝是正面朝内 为什么 它就是不会 这个米放进去喷熟了 不会沾这个叶子 然后这一面呢 就煮熟了以后 它有光泽 比较漂亮 对对对 用力把粽叶折出尖角 放入腌好的糯米 上头铺上腌猪肉 猪肉放的时候呢 最好放平一点 比较好包吗 米呢把它轻轻地把它覆盖上面 就在这样包的时候 一个角 上面的尖角一定要 对对 不然会掉下来 对 尖角一定要对齐 不能有动员 就是能有空间的 这个也是 这个时候常在什么 压紧把它压好了 把它覆盖 这样 正面一个一样 这里也是 那么这个两脚已经出来了 然后在这里 顺着它来放下 顺着它 捏上去 这个角 生米用粽叶包裹着 串上黄色的棉线 准备下锅煮 熟透后 慢慢拨开粽叶 水煮中的米粒 棉性极佳 还融着粽叶清香 米粒软滑 香糯可口 肉质鲜嫩酥烂 难怪全上海人 都爱这一味 虽然这粽子绵密清淡的口感 和台湾烧肉粽 米粒吃来 颗颗分明的口感大不同 但来自台湾的朋友 也赞不绝口 它味道没有那么重 然后比较绵密一点 然后同样就是 它这个饭 不会像我们那个 每一颗都很明显一粒 它像比较润 像是 破在一起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黏 还蛮好吃的 味道不会很重 一样也是上海人 必吃的老味道 是这个看似 像水饺的玩意儿 其实这是上海人 吃的馄饨 称为菜肉大魂 是上海平民家常菜的代表 挖上一勺 用猪腿肉末 混着翠绿季菜的大魂内馅 肯定吓到你 肉末细致到几乎千丝 绵密到连纤维都不见了 你看它纤维都这样子 一丝一丝这样子 它就纤维都打出来了 就是吃上去的口感就是嫩 嫩的 就是不是有一种渣渣的感觉 你刚刚听到说 好像是像个茎 对 它起了茎以后 它这个蛋白质 就是起了凝固以后 它就会嫩了 菜肉大魂从内馅形状 大小到包法 都和台湾馄饨大不同 一上一下 对着 对着也要两个手 这个好像感觉比小龙简单多一点 对 这可能一年就会出事 不用 这个马上就可以出事 我教你你马上就可以出事 包大魂还算简单 难怪听说连上海男人都常自己动手包 不过吃大魂还是有典故的 过年的时候 不是年初一夜或者年三四的晚上 不是要端柴吗 这个就叫端柴魂了 它的样子 菜宝 对对对 就像一个元宝 所以它像一个柴魂 所以就端柴魂 像元宝也像饺子一般 口口吃来 滑软顺口 家里长辈 他包好之后呢 他会把一个硬币 什么放在里面 如果有谁 哪个小辈 吃到的话 就说明他来年有福气 不止大堂 满满的人潮 外卖部外带客人 片刻没停过 点着玻璃窗里 店家著名的糕点 长的叫做条头糕 圆的称为金团 这些都是上海人 平时最爱的点心 都是用糯米制作而成 坚持手工做出的道道美味 从粽子 扫龙 糕团和菜肉大魂 各式点心 红挂牌挂满墙上 任您自己点选 百年老店 历久不衰的超人气 在云南路上 早已成了上海人 探寻美食的最佳选择